敬佩跟欣赏的偶像 所以可以跟他们近距离接触 当然是不可以放过 所以我觉得 读乐乐不如中乐乐 既然我学到的东西 我就要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希望我两年前的功力 跟两年前后的功力 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 这个是我的简介 所以今天我是 带着分享跟感恩的心态来 因为我觉得 在场也是很多卧虎长龙 所以我们都要互相学习 所以这张照片 就是我在大学 做工时候的照片 很多时候你们看那些科学家 都穿白袍好像很风光 对不对 但是很奇怪做什么老师跟 科学家也要来卖牙膏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 很多时候啊 那些professional 觉得他们很了不起的时候 其实那个薪水是起不了的 懂吗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都要谦虚一点 是不是 所以呢 那时候就MC 就这么介绍我 然后 这是我的照片 五分钟介绍我自己好吗 因为有没有第一次见到我的朋友 有没有 应该有很多吧 我相信很多 然后 你应该不敢相信 一个大学老师是这种 pattern 有没有 可能你会想象 甚至那种爱试探 头发长长白白 给店刷到那种 是不是 那个没有刺扭出来 这个有刺扭出来 这个有刺扭出来 有用artistry 所以它保持这样 所以很多朋友 你们有玩Facebook的10 years challenge 有没有 没有 我玩了前后没有差别的 因为这个就是我10 years 真的我眼睛脱下来也是一样啦 唯独多了一副眼睛 因为PhD是 是permanent headband damage 所以不知道damage到哪一边 那个视觉就没有那么perfect了 所以很多 我发现很多人远远跟我挥手 我不知道是谁 我就乱乱挥咯 要有礼貌就挥咯 所以我发现我有三观 很轻微近视 然后呢 我跟阿丽峰大哥 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啦 我是他的学弟 我在苏格兰毕业 所以苏格兰毕业要穿苏格兰裙咯 所以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穿 我们就没有什么经验 我们搞不清楚 其实里面是不要穿底裤 还是要穿底裤 所以那时候什么状况 阿丽峰大哥有没有穿啊 我不知道哦 因为我的学长很坏 因为你的青年会骗我们 不可以 根据他们的传统 是要放空了 但是我也不傻 我这个天气很冷 我怕会缩水去 那我就拋紧一点 不过原来是要穿的 他们骗我 所以呢 这10 year challenge 就没有分别 所以吃牛出来跟阿丽峰 有分别 所以很多人问我 吃营养 跟用阿丽峰有什么分别 你们知道有 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吗 如果你要知道 牛西来跟阿丽峰的威力有多大 你现在马上吃大量吃 大量的用 明年新年聚会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的效果有多厉害 因为你会发现你的朋友 走行的走行 变形的变形 那个车头灯 照远的变造 一的气 那个就是有差别 你懂我讲什么吗 对不对 你们都会了 所以你看牛西来的威力 就是这么的强大 你不信 你没有 你新年有没有去gathering 有 是不是你看你的朋友 这么有的好像 膨胀气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做工的照片 就是我在学校养癌细胞 然后这个就是癌细胞 然后我丑部 那三天 三五天要喂他吃东西 然后他繁殖力很快的 二变四 四变八 八变十六 是这样的复制的 今天加入 下个星期开convention 所以他的复制能力很强 他是失去控制那一种 所以我每天就要拿 心灰镜跟他们拿交道 我放着照片拿红红的水 我朋友在Facebook问我 哎 癌细胞喝Phyto包的 哈哈 那有时候呢 人就不要想太多 是不会喝Phyto包的 只是纯薯巧 刚好是红色而已 所以我在学校教什么 教药物制造 教药物制造是什么呢 很简单 如果你要吃的营养 或者是药 我都可以做得出来 他就好像做Cookie 这样做不了 挪一振 压压压压 就变成一颗颗 这个所谓的tablet 那很多人 吞营养很辛苦 对不对 你这样吞一粒DoubleX 他一粒吞五分钟 三粒吞十五分钟 有没有 有的吞了一半 还跑出来 你有没有用过这种谷歌 有 你吞Dairy跟Dairy 不过Cureable Fiber就不要吞 对吗 所以我讲 既然你不喜欢吞 这样就没有办法咯 我有另外一个方法 用屁股塞的药 不要 只是比较累 DoubleX三粒 Dairy 一粒 Fiber两粒 哇 塞完 走路都好像要夹着走 它跌出来 但是有时一天要吃三次了 找五碗 这样也应该没有人买 所以也不要这样麻烦 是不是 所以这是屁股塞的药 这个就是我大学教的东西 第五分 然后我是怎么被推荐出来呢 当然我们要感恩 我的推荐人也是药剂师 所以左边那个黑的是我太太 右边都是我的上线跟上线 所以借你们掌声感谢我的推荐人 今天呢 我的钻石 我就是因为大学同学推荐进来这个环境的 所以今天就有缘跟大家见面 好不好 OK 这样我们开始讲正题了 所以前半段呢 我会跟大家讲什么 因为我想用这个最基础的概念 back to the basic 跟大家讲癌症是什么发生 所以我会跟大家讲一些癌症上的治疗 什么是基因突变 基因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相信这些课呢 你们在外面是比较少听到的 这个slide啊 是我火辣辣刚刚出炉的 你懂吗 全部是最latest的 所以是2018年的 看到吗 这statist 2018年 所以呢 我们就看了很多资料整合 我希望这个概念 可以让你知道癌症是什么预防跟发生 对你的家人跟你身边的朋友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然后呢 我相信这里有很多热爱健康的朋友 你想要用nutri-like来达到健康嘛 所以你在这么多产品当中 你应该注重哪一个呢 我等下会跟你讲十个产品 来针对未来五大的癌症 因为我们做研究的 你看他做研究的 毕竟药也是一个声音 当这个声音投入 哪一个研究最多钱 就证明说 未来这一块 会有最大的需求 对不对 所以在癌症呢 基本上现在呢 是一个很大块的一个蛋糕 很多厂家都希望 从这里呢 找到那个 magic bullet 就是那个子弹 可以一枪打死癌心包 还有呢 一些比较 现在跟饮食生活有关系的 就是糖尿病 高血压 这两个跑不掉 还有未来 有另外一个隐形杀手 就是跟大脑有关系的 Alzheimer 跟 Parkinson 这个到现在 还没有很好的药物 所以这一块呢 在未来会影响很多很多人 所以EU M plus 这些我们也是要大量的吃 OK 好 现在我们来看 所以根据最新的研究 185个国家 我们要大概知道 癌症的test有多少 其实就是有18个billion 18个billion OK 是18个billion 不是 像谁人民 1 billion 18 billion 18个billion 就差不多等于一半的马来西亚人口 OK 所以会有发生在全球一年里面 当然呢 这个18个billion 有一半呢 会死亡 OK 所以9个billion 是非常非常大的 人口 那 过后呢 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这个可能你看不到 我就跟你讲 如果是说 我们看 最大科的五个 癌症 最大科的五个 第一个是肺癌 所以为什么公司有 atmosphere drive 你有atmosphere drive 车 要有atmosphere drive 加有atmosphere sky 你知道未来还有一个是什么吗 我会跟emv公司讲要发明多一个 空气会越来越无来 我会叫他发明atmosphere carry 就你就穿着就好 你认为可能吗 你上网查看啊 有没有人在网络上卖 卖那个氧气的有没有 哈 你看 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人家都可以卖出来 卖氧气 有没有人买 他们有卖水热的 高原的氧气 你去看 你不相信你有那一招 真的有 OK 所以lunk cancer breast cancer 大肠癌 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 还有肝癌 这个六个呢 是未来最多诊断的 来我们看一下右边 右边还有一个头 OK 但是死亡率呢 最高的呢 还是一样 肺癌 大肠癌 肺癌 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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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到这四个跟我们 有一个联贯性 那是什么吗 它就是我们吃东西 跟呼吸的highway 跟外界接触最多的 癌症发生率最高 OK 但乳癌等下我跟你解释 为什么会这么多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下一张 所以男生呢 男生我们看死亡率最高的是 肺癌 右边那个肺癌 肝癌 肺癌 大肠癌 还有前列腺癌 所以前列腺癌 就只有男生有 OK 女生是不会有 不要问为什么 OK 所以为什么男生的肺癌 会比较高呢 因为普遍上男生抽烟的 比较多 OK 来我们再看下一张 OK 这是女生 我们来看右边 反正女性啊 死亡率最高的是 乳癌 男生会不会得乳癌啊 不会 有一套电影不是有拍出来 是不是 啊 所以男生也是会有乳癌的 只是肌力比较低而已 然后呢 肺癌 大肠癌 肺癌 子宫 还有就是肚子 OK 所以这个7.5%就是我的研究项目之一 啊 OK 来我们再看哦 那如果是我们去找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也有他自己的这个statistic 他就讲 OK 注意多的啊 我们讲 我们看下面那个top5 most common cause of cancer death 最普遍的五个 2018年报导 还是肺癌 大肠 肚子 肝 还有 乳癌 所以我今晚会针对这五个讲 OK 来再看哈 那一开始呢 我会讲一些最基础的 让你知道我们的细胞是怎么去复制跟绑制 因为这个就是你要了解 癌症你就要从细胞最根本的基础开始 所以我们人的细胞呢 每天都在更新的 对吗 都在更新 这个是 不只是一个两个 是上百万个细胞重新在复制的 photo step 所以这个process呢 我们身体会去控制 OK 我们身体会去控制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 但是呢 很多人就问我 我今天会用Q&A的方式跟你解答 很多人就问我 这样 是什么东西控制细胞生长呢 什么时候知道它要生长 什么时候知道它要停止 没有人告诉它 它要自己去控制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我就 要跟你讲 什么 如果有读biology的朋友 有读Cycle SPM 有读过你就懂 其实如果我们的细胞啊 你把它拆开 你就会看到 所谓的蓝色体 Chromosome 蓝色体 你再把它拆拆拆拆 这最小就是DNA 脱氧核糖核酸 是吗 每次你去看那些 那什么啊 电影啊 震撼的去拿那个 cotton band 那边刷刷刷 就是刷这些东西 然后他拿去check 就可以知道谁是谁 有没有看到那种震撼片 其实就是找这个脱氧核糖核酸 因为每个人的脱氧核糖核酸都不一样 OK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 为什么这个蓝色体跟DNA这么重要呢 因为它就是我们如果要建一间物质啊 今天你要装修是不是要有一个图啊 对 你要有一个图 所以你要去装修 你要复制那个细胞 也要有一个图 这个图 那个blank 就是这个DNA 每个人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跟你长得不一样 懂吗 如果我们全部一样 那个很恐怖耶 走着去全部长得跟我一模一样嘛 嚇死去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就是 我你我不同的之间 所以如果你知道DNA啊 你问我 他们是配来配去的我 他有三个billion的这个pairing 三个billion啊 OK 多吗 二点六个billion很多了 三个billion 那个是往事啦 OK 借以发挥啊 所以三个billion很多哦 所以如果说啊 如果你 现在你有hard disk嘛 对不对 如果你要把人的DNA啊 全部拆掉 放在一个pair drive里面啊 你要用两百个git的hard disk 一个人两百个git 两百两百两百 两百两百 两百个git多吗 很多耶 一个人的基因的information 要收了两百个git 很多 更离谱是什么 科学家算了 如果把今天把你全身的细胞打散出来 所有的DNA好像先这样 串出来一条线啊 串串串串串串 可以来回太阳六十次 哦 是不是你有想过这样多 哎 来回地球啊 来回到太阳啊 这里去太阳太阳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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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次 一二三次 六十次 耶 耶 所以我问你啊 如果啊 这条highway啊 哪里出错 你懂怎样修理吗 有时候这里红绿灯坏 都不懂怎样处理了 这个还要去到太阳再回来 哦很长哦 所以各位朋友 这个DNA啊 这么长这么多 但是人啊 就有这个方法去控制 跟检查它 你说厉害吗 所以设计人的这个工程师啊 是很厉害的 你懂吗 ok now 你知道这哪个东东 三个东东是谁吗 这个三个科学家 啊 读塞斯的东 那个时候 1962年的这个医学奖 诺贝尔医学奖 就给这个三个人赢 那个三个人呢 改变人类的历史 为什么他们发现DNA的结构 非常轰动 因为没有人相信啊 在细胞的壳里面 还有这么小的东西 五十年前跟你讲这个东西 哪里会信 但是它就在里面发现到 非常伟大的发明 很大的不破 那这样我们人啊 其实跟很多生物都有DNA 对不对 包括 苍蝇 这个是果蝇 它有英文名 叫Drosophila milanocaster 它有英文名 OK 果蝇啦 去买水果 飞来飞去那几只咯 你懂它 但是它有英文名 你不懂 它跟我们人类有45%的DNA 是相近的 所以如果那个基因程序偏不对啊 我们会变长盈 对吗 我们跟香蕉是60% 如果万一有差错 偏错 诶 这么一个死侨 可是很危险哦 好彩我们偏对 还有什么呢 猪 我们跟老鼠 是90% 差不多 这样人跟谁最像啊 猪 猪 有人讲猴子 有人讲猩猩 猪 猪 猪啊 猪啊 我知道 Babu Day很好吃 是 人眼 Chimpanzi 跟猫 有差别 懂吗 你有看 那个电影 The Rise of Planet Apes 没有 恐怖啊 那个跟人最像 会讲话的 有没有 那眼神不一样 OK 所以我们 其实呢 跟万物呢 都有区别 OK 但是啊 你知道你我之间差多少%吗 你我之间差0.1% 所以 高矮 肥瘦 都不一样 OK 所以呢 你我之间 虽然只差0.1% 但是呢 我们的基因 的程序 差了300万个 那0.1% 就是300万个咧 所以就这个300万个 就比我长得不一样 OK 所以人就是这么奥妙 好不好 这样你对基因有了解 OK 你知道什么是基因 这样很多时候 我们 你有看那个电影叫 X-Man吗 你有看那个电影叫 Spider-Man吗 有 看了回去 有没有 但是没有东西啊 所以 那个Spider-Man 是不小心给蜘蛛咬到 然后 你就看那个电影 哇有那个DNA啊 开始变变变变变变 他回去就可以爬墙 变变变变变 有没有 但是我要跟你讲 不要随便找蜘蛛来给 所以 电影是电影 事实归事实 好不好 不要乱乱汉 所以小孩子看电影 要跟他们解释 OK 不小心给蛛咬就不利 我朋友很衰 所以他这样不小心给蛛咬过 蛛咬过 说什么 蛛 啊你讲啦 你学厕吗 所以 什么造成基因突变啊 那些X-Bans 是不是 有基因突变只有超能力 对不对 所以呢 基因突变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想想一下 A B C D E A B C D E 对不对 有时候A B C D E 是对的 很多时候我们身体 这么长 要排到太阳气来回60次 它会不会排错 多少都会排错的 有时它会排到 ABDEC不见气 这个就叫 Deletion 有时候它会调转 ABDCE 是不是排错了 有时候它会重复 叫ABBCDE 这个叫Addition 所以这个就是 基因上程序编排错误 所以这个功能 细胞里面有 因为它们也会犯错 但是它们有办法纠正 所以这个叫做基因突变 就是一个alphabet转罢了 你知道一个alphabet这样掉转 对人类的影响极大吗 我跟你讲 有听过这个病叫 Cecal Cell Alemia吗 这个叫联状细胞贫血 这种是一个基因缺陷 它原本要排A跟T 本来这个是normal 它调转一下 那个血球变样去 看到吗 它的血球变成 镰刀星歪歪 所以它就不能攻血 这个红血球是不能用的 就单单一个东西变掉 这个就是所谓的基因疾病 另外一个可能你们比较莫生的叫做Huntington Huntington无导症你去找 这个就比较严重 这个呢 它是大脑的蛋白质偏激错误 所以造成呢 它的大脑的部分受损 情绪动作无法被控制 这种是基因疾病 所以呢 很多科学家在研究基因疗法来治疗这些疾病 要去纠正回那个基因 就是说把这个中西啊 重新排队它 OK 所以为什么你会提到什么是基因疗法 基因疗 这个就是基因疗 很多这些都是遗传 出生就有的 OK 所以我们很难去纠正它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万一 这一个编排方式错误会造成什么呢 会造成我们细胞失去控制 如果这个编排是失去控制的呢 它就会变成癌症 如果有的是造成这些疾病 有的是造成细胞增生 癌症就是这么来的 OK 所以我们基因突变就是这么解释 那什么原因呢 造成这个细胞 什么时候要start 什么时候要关呢 它又怎样知道 几时要分 几时要停 是不是要有一个程序 去跟它讲啊 你一定要有一个东西跟它讲 好像今天一个人不小心 电倒是不是有伤口 伤口了是不是要 那皮肤要生生生生生生 回去然后愈合 对不对 对 它怎样知道什么时候会stop呢 是不是它一定有一个讯号要stop 但是有些人 它的皮肤比较过敏的 比较 有人生keloid scar 你懂吗 就是生生生的 浮起来的 有没有 那个也是算是真生的一种 但是它不是癌细胞 所以不需要担心 只是 就是不大不好看而已 它对身体不会有害 那个叫keloid scar OK 那 给你一个例子 你就可以联想到是什么东西 那 很多时候人家问我 这个就比较深一点 不过我 跟你解释 OK 很简单 其实我们细胞里面啊 你家里有看Astro吗 Astro Astro Astro是不是要介绍那个星的啊 你介绍那个星的什么台 华力台就华力台 AEC就AEC 什么台就什么台 对不对 这个就是细胞也有一个satellite的 所以呢 你看那个细胞外面啊 它有一个讯号 它这个这个大碟 我们讲那个大碟的嘞 它就接收 哦 开工 大家就开工 哦 停工 大家就停工 所以有一个讯号 有一个接收器 它就可以知道几时要工作 几时要停 所以我讲细胞是有switch的 对吗 有on off on off 对不对 on off on off 但是问题是啊 细胞里面啊 有整千整万个on off on off 所以很乱水 所以我研究这个东西 很乱水 on off 这不到一% 懂吗 我就研究一条路罢了 四年 研究一条路四年 很多药就是搞这些东西搞出来的 那些胖发炎的药啊 自身免疫系统的药啊 全部是行吧 这些东西 很多我也不懂 因为我只懂一条路 最多懂两三条 塞车换另外一条 就这样 所以这些东西科学家去搞 OK 那什么东西呢 会造成它失控 很多人问我 这样啊 有没有听过环境荷尔蒙 我们讲要用天然的 要用我们的distro 要用我们的sas 天然安全没有环境荷尔蒙 对不对 那什么是环境荷尔蒙呢 很简单 环境荷尔蒙呢 它是一种化学毒素 这个化学毒素呢 它sort的 它会去开这个button 换换换换换 它是一个化学毒素 它去按那个button开 爽爽这么要开呢 所以如果它的 电啊 一直开 继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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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一直生 所以会造成细胞增生 肿瘤癌症细胞增长 还有免疫力失调 乱它完 因为它就开那个button 这样你知道的环境荷尔蒙有什么呢 有懂环境荷尔蒙吗 最近注意大胆了 OK 几年先 注意大胆了 是这个 BPA 懂吗 大家 你有家里有小孩子用奶瓶 买瓶 是不是妈妈都要买好一点贵一点的 因为它有BPA free 有没有 你买水壶都要BPA free 什么是BPA 它的分子 你看下面跟上面 它的分子跟人体的磁激素很像 所以它一进去那个身体 我们的身体以为 这个来开店了 其实它不是它跟它很像 但是它不是 所以它就论论开 论论开 它尤其是在乳癌 跟男生的前列腺癌 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会影响我们人类不孕 尤其是男生 出来了 不会有用 听懂吗 听懂的笑 听不懂的 装笑 我问你旁边的 我问你旁边的 为什么我给你讲 这个就是 你选产品用 很重要的 你懂吗 Ambway的产品 都研究到最好给你 不要去外面买没有研究的 便宜便宜的 那些是乱买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喜欢 这一根就起来 你懂我意思 另外一种 就更好玩 你的电视机 S都没有开 它是有华力台的 你懂我意思 S都没有开 有华力台 什么意思 它自己里面 所以它自己生 这就是cancer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些呢 其实科学家 就是用这个方式去研究药物的 我们去了解它什么 插头应该开 应该关 应该开 应该关 当个比方 为什么有的药 治疗心跳会慢 就是因为我们研究一个药 去关那个 switch 心跳就没有这么快 对吗 有没有道理 为什么糖尿病的药 治疗会降血糖 我们设计一个药 去开那个 鱼线细胞的插头 可以做工 做胰岛素 做多一点胰岛素 就把血糖压下来 这药就是这么发明的 嗯 听我讲的很多要报 pharmacy 是不是 这样什么东西 是被那些 international agency 这个是国际的研究 他们把所有的这些化学物质 归类 OK 归类 什么东西会致癌 什么东西不会致癌 你看右手边两个 class one class one 第一个是恐怖 可以 可以 吓到我 我以为 排便器 自己跑 这样跑了 alcohol 酒精 pollution 是不是atmosphere sky 太阳 还有这些木屑 asbestos 食棉 香烟 OK 我们看第二行 glyphosfit 农药 OK 还有就是高温油炸的食物 还有就是 knife for hand dresser 就是说 因为他们吸进去很多的chemical 还有就是熬夜 knife sheet 还有那些在高温做manufacturing的 那种做玻璃啊 做工业的 因为环境 这是class one 和class two 很大激励 所以 去理发店 要卖他们 atmosphere sky 对啊 这个就卖了吧 还要讲什么呢 如果四千多万还贵的话 难道他命还贵过四千多 是不是 ok 来看一下 那我把这个class one 二放给你看 所以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报导 非常interesting的啦 smoking sunlight 就是什么啊 processed meat 加工肉 腐射 class two 就是这些高温的食物啊 煎炸啊 药物啊 这些红肉 这个你上网早就有了 iacr的classification so 这是我们看的数据 ok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了解呢 我们就知道 怎样吃的健康一点啦 alright now 下一个问题 很多人问 这样癌症的风险是什么呢 换句话讲 什么能造成癌症呢 根据 英国癌症协会的研究 modifiable risk 在华文来讲 就是说 你可以改变的风险 就是你可以控制 跟改变的风险 你可以自己去改 什么呢 来看 抽烟 我们是不是可以停啊 控制 第二个 overweight and obesity 肥胖 你看 第三 UV radiation 我相信马来西亚 都躲在室内比较多 现在这么热 只有那些鬼老 看到马来西亚冲出去晒 晒到像lobsters 像虹 有一个鬼老朋友来 又冲去三分钟后悔 这不是晒到痛吗 对不对 尤其是这种天气 蛋都会熟 简单 ok occupation hazard infection 感染 alcohol 酒精 不够fiber 看到吗 要吃fiber吗 要 ok 还有肤色 加工肉 air pollution not breastfeeding 等到几回 做more breastfeeding 会在这里 其实科学研究报导 如果那个妈妈生了孩子 喂母乳 可以降低乳癌的激励 所以要鼓励喂母乳 还有就是insublishing physical activity 没有运动 还有就是更年期过后的荷变动 还有这些药物 ok 病药等等 甚至我们这些可以控制的 饮食生活可以控制 ok 那还有什么呢 如果我们去做改变 有很多癌症是可以 预防的 就包括肺癌 大肠癌 skin cancer 皮肤癌 乳癌 等等 只要通过生活上的调整 我们可以预防那个肌力降到最低 ok 所以非常重要 那我们再来看 什么东西会造成这个基因被破坏呢 所以用图跟大家讲 所以我已经讲了 那有依赖这些等等 还有一个是新陈代谢 人在压力跟运动的时候会制造自由基 这个自由基叫free radical 它是一个分子 它会攻击我们的DNA 造成DNA被破坏 新陈癌变 所以为什么运动员都要补充抗氧化素 或者是长期压力 长期吃药的朋友都要补充大量的抗氧化剂 就是这个原因 好不好 所以你现在了解了 苹果吃过吧 切过苹果吗 切了是不是它会黑啊 为什么它会黑啊 氧化 你一切它的衣服就脱掉了是吗 它就接触跟这个氧气 它就氧化 跟贴定生锈同一个道理 贴定生锈 以前我们读化学讲过要氧气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人啊 这么几天你没有吃菜 没有吃水果 睡觉 诶 各天起来你有黑掉的咧 因为我们人在年轻的时候 可以制造抗氧化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生 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 越来越衰退 有没有用阿迪西那个 HA跟Vitamin C啊 所以有那个你要用 就是不要让你的脸黑去嘛 对不对 不是咩 你涂了Vitamin C 你有看过demo没有 你有看过demo 所以你要用那个Vitamin C跟HA 不过不要拿来喝 我一个朋友皮肤好到 我讲哇 他买HA是十支十支买 我讲你是拿来打营养早餐 是吗 我拿一个很贵 OK 不要拿来喝 有BioC 有BioC 所以你现在了解 为什么有自由基人没有 新朋友可能搞不懂自由基 跟肯和基是不一样 那这样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样下一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问 这样我们的身体啊 有没有人去 check 这个东西对不对啊 有没有engineer去修理的咧 你想看 你这个路啊 来回太阳六十次 这个highway如果没有人maintain 你在highway都有看到ronda 对不对 这样这个基因有没有ronda咧 有哦 真的有 我们来看 其实可以了 我们身体有三大功能 预防癌症发生 我们人被设计出来的时候 已经有这个程序 片排在里面 三个 不要给癌症发生 第一个 我们要控制细胞的复制程序 那你有pholosep过吗 pholosep 有pholosep过东西啊 有 如果你pholosep坏了那张纸 是不是 你要找technician 来来来 帮我看一下 坏的纸拉出来嘛 对不对 然后再印过 所以呢 我们的身体啊 就设计了 有这个technician在旁边 看pholosep有没有坏咯 懂我意思吗 如果那个身体没有这个technician pholosep击坏了 印出来的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 是不是就好像那个细胞出来 就不好咯 听懂我意思吗 第二个 它可以修复 刚才我讲的ABCDE有没有 它偏拍错了 有一个人就可以把它重新偏回来 这个就是修复损坏的基因偏激 第三 如果修不到怎么办咯 现在电话坏了不能修怎么办 还心的丢掉咯 对啦 它也会启动细胞死亡丢掉咯 所以我们的身体也会 如果修到不能修 它就讲了 这个细胞不能了 怎样修都修不好 把它丢掉重新pholosep多一个 厉害吗 厉害 身体的厉害 所以你想看 一个人如果要 演变成癌细胞 癌细胞要演变 需要有五到六个基因突变 而且它要pass过所有的关卡 security check point 这样容易啊 所以一个人有肿瘤 其实是十到二十年前 身体已经有了 没有控制到而已 ok 听懂我意思 所以呢 如果你去上网找 这个security guard 是谁呢 50%的这个癌症发生 是因为这一个基因 不见了 就是security没做工 所以security没做工 那个基因偏排出去 就错咯 你去打P50上看癌精 50%的癌症跟它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这个基因 你就要吃antioxidant 听懂我意思啊 ok 这个是数据来的 alright 可能第一次你听到你blah blah 不过我给你知道你就upgrade了 你要介绍你的朋友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P53抗癌基因 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对不对 很给啊 所以你看啊 当你的细胞要一变二的时候 他要过custom的嘛 对不对 他要check point 他一定要check看好不好 所以呢 如果不好的话呢 两个方法 第一个叫engineer来修了 对吗 这个有问题抓住去修理一下 不然不给他过 第二个方法 救不了了 开枪一枪把它毙掉 对不对 啊 这个叫什么细胞自动死亡啊 英文叫hapoptosis 你跟你的google这样讲他就 他就觉得我 他就觉得我 买个脑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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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当然嘛 你们要upgrade 我们upgrade一下嘛 对不对 你看 是不是没有停过这个课 OK 这是大学的课 放照片给你看 如果看不懂 是不是还是看不懂 总之很简单 就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坏的纸条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呢 这个是纤维静拍的 他呢 发现到这个细胞有问题 他就打打打打 所以你看做什么 这个骨脏内部服 全部喷出来 拍 所以那个坏的细胞就死掉 就这么简单 他必须要自杀了 人的自己的功能 所以 这报道有看到吗 你懂这些 Angeline Jolie吗 之前的新闻报导的时候 他是不是因为有这个BRCA1菌 这个是一个基因跟乳癌有关系 所以BRCA就是breast cancer1的意思 所以乳癌基因一号 他的生家族有遗传这个基因 所以他有高风险会患上乳癌 他去做了小手术去重塑 他去交给医生去处理 过后他就报导出来 所以根据报导 其实一千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是有这个基因缺陷的 一千个里面我们有遗传一个 是这个基因缺陷 但是不一定有缺陷的基因的人 会有乳癌的风险 因为根据报导 只有5%的妇女有乳癌的 会有这个缺陷的 会演变成乳癌 只有5% 虽然不高 但是他还是选择 去做这个治疗跟处理 所以这个报导就很大 应该是蛮多年前的新闻 2013年6年前 有读到这新闻 可能有些人看到 所以这就跟你讲 为什么基因这么重要 来再看 所以如果是说呢 这个基因突变 我们没有去把这个坏的拿掉 你看本来是红色的变成青色 青色的如果我们提早发现 把它删掉就没有事了 但是如果我们留着它 一次变变变变变变变呢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肿瘤 第一个关卡 它跑过去 第二个关卡 它跑过去 第三个又过 第四个又过 它就在里面伸 一直伸 一直伸 就变成肿瘤出来 所以还正是这样演发 所以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免疫力去打哪里 打哪里 打哪里 但是它很厉害 它会少那一番气 OK 到最后就是变成一个肿瘤 跟做MV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今天一夜四个人来听我的课 三个有兴趣 两个sign up 一个人发展 就变一个团队 所以癌症的精神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OK 那 癌细胞是很孤独的 我们每次讲 癌症转移 癌症转移 什么是癌症转移 其实一开始它很孤独 它就在这里呢 生意流出来 但是它没有足够的养分 没有足够的营养 去让它生长得更快 它呢 很坏哦 它会欺骗你的身体 生一个血管过来 接一个海味 接一个海味 它就叫我们的身体 接血管过去 血管一接过去 它就开始跑 它就很壮大 如果这里住到不舒服 它搬家 这个叫癌症转移 笔文叫metastasis OK 叫metastasis 这个过程叫angyogenesis 不过 卖到货币了 不要这样复杂 我们是distributor而已 OK 这里呢 这里有谁啊 metastasis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癌症转移 第三期跟第四期是属于癌症转移的 OK 第三期 那 很多时候我们讲说 报道讲说 酸性的饮食会造成癌症 所以我们拼命吃减净了没有 有时候还去买水喝 是不是 其实根据UK cancer的报道 其实我们身体自己会平均的 我们的身体怎么调它都会偏减 OK 所以它自己会偏减的 因为人类的身体一定pH是三点pH是七点三到七点四 三七点三五到七点四五之间 它自己会调 OK 另外一个人家常常问我的问题啊 Cancer吃糖没有 有些人讲 我们不要吃东西 把癌细胞饿死 有没有 很极端的 我问你啊 如果一个人生病了 细菌感染 他讲我要跟细菌一起 饿给他吃 请问人先吃还是细菌先吃 我吃的 这样可以见得 你会饿死癌细胞 所以是不可能的事情 癌细胞它虽然吃糖 但是它自己还会找其他食物吃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饿死癌细胞 OK 所以不要去听信网络的 调言 做个有智慧的消费者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问我啊 我每次看人家打Vaccine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Vaccine呢 HPV vaccine 女生有没有听过 那个子宫颈癌的是不是 是什么来的呢 做什么要去打一个有病毒的Vaccine呢 我给你解释 病毒呢 如果我问你啊 病毒是有生命还是没有生命的呢 病毒本身是没有生命的 它不是生物 它需要跑进去一个细胞里面躲着 它就会被启动 所以为什么 computer的Virus叫Virus 它跑进去那个程序就变Virus 它这个工作是什么的嘛 它就跑进去 跑进去那个工厂了嘛 如果那个细胞是一个工厂 它就是跑进去 火车了 我要现在啊 我要复制我自己 它就像工厂啊 我们细胞的材料 自己复制病毒哦 一个两个三个 一百个一千万个 这样复制病毒 所以病毒其实呢 它是没有生命 它必须寄宿在一个细胞 来偷它的东西 在制造病毒 OK 所以为什么肝炎 V型肝炎 有没有听过 C型肝炎 这些很难根治 是因为它是病毒 OK 那说给你们看 几个你们很熟悉的病毒 五个啦 最大的 Cervical Cancer HPV Papilloma Virus 对吗 现在有那个疫苗 还有一个 BNI Astinbar 这个也是 confirm了的 Astinbar Virus 90年发现 Liver Cancer 肝癌 Heparditis B跟C 95年发现 OK Carpocystiracoma 这个呢 是比较少会看的 在media 里低的人会有 OK 还有另外一个 大家比较特殊的是什么 螺旋菌 它是菌 它不是病毒 它2000年被证实 跟胃癌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 肠胃消化不好的人 一定要注意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你的顾客 肠肠消化不好 你可以建议他 去做一个 看有没有 螺旋菌 不要加团半罐的咖喱 一罐的咖喱 很多人讲 吃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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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咖喱 冲凉 它都会死了 我们懂营养 我们知道咖喱可以杀菌 但是这个时候 咖喱用不到 要吃一个星期的抗生素 跟一个月的控制 那个胃爽的 这样 standard的 吃了七天就好了 没问题 很多人讲 吃了里面的义菌会死 不用紧再重新吃义菌 补回去啦 现在amway一个billion upgrade给你们六个billion 好不好 你知道消息了吗 还不知道啊 新的吃一条 等于旧的六条 听懂啊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 如果那个病毒 在那边 一直骚扰 那个细胞 如果要持续 10到15年 它就在那边 骚扰它 免疫力又杀掉它 又骚扰它 又杀掉它 将来 去去很多年 它就会变成矮细胞 就是为什么病毒 这么危险 所以那个HPV OK 有那个疫苗可以的 如果你要不要 打这些理器 问医生 我是没有利益关系 不是来promot任何东西 不要搞错 OK 很多人就问我 哇 这样厉害 这样下一个问题 免疫系统 能不能杀掉它们 因为你看 那个细胞 不小心给病毒 跑进去了 怎么办 是不是要 call警察 来抓 来抓这个细胞 因为有病毒 跑进去 对不对 这样我们身体 要有一个功能 去抓出来的 哦 怎么做呢 这个是我们身体的 特种部队 够力吗 你认识它吗 不认识它 不用紧 你只要做一个东西 吃protein 为什么 这些细胞 最基础的材料是什么 protein 所以很多人讲 吃一scoop 这么多命 吃两个scoop 会不会过量啊 吃四个scoop 会不会洗肾啊 有遇到这种人 不会过量的 你身体的细胞 这么多 分都不够啊 还过量 你有看过人啊 吃鸡蛋 吃到过量 中毒送烟了没有 是咯 那何以见得 吃protein 会过量 吃buffet 又不过量 还要塞满嘴巴 打包出来 你看 是不会过量的 你饱了 你会停的嘛 不要跟我讲 protein过量 不可能过量 就不过你 pocket go hole啦 对吗 你想 呦 一个scoop 四个scoop 好像很会哦 你看 不会过量的 ok 这个我讲过 所以你看啊 我们的身体啊 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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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侦查的 你懂吗 他没有眼睛 这样我们的身体 怎么去侦查 癌细胞呢 很简单 他去探测 他的蛋白 他现在得摸一摸 哎 这个不对 他没有眼睛的嘛 除了没有眼睛 就是人摸咯 哎 这个不对哦 怎么办 我们的体细胞 他就抓他 哦 这个是坏蛋 然后他就 call 什么 call you 来 把这个坏蛋干掉 有没有 他就是这样去抓 那个癌细胞 所以一开始 那个癌细胞 笨笨的 蛤 被抓了 哈哈 那个是初期 是因为你的免疫力很强 可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但是如果那些人啊 又没有照顾啦 又喝酒抽烟啦 饮食不良啦 高压力 怎么办啊 我跟你讲 癌细胞是可以 躲过免疫系统的 到最后的时候 他很聪明了 他去摸他的时候 摸摸摸摸摸 跟我一样的 其实是什么啊 他是披着 羊皮的狼 他借他衣服来穿 躲一躲 你摸啊 他就摸 一样的哦 他就认为是 自己人 他就躲过 免疫力 这个时候就很危险 因为你的免疫力 根本 没有办法 打到这个癌细胞 所以他会躲 所以各家发现 你看 mechanism found can escape from immune system 2016年的报导 他们发现 某某个基因 NLRC file 这个你去google 你拍下来去找 很interesting的 很新的报导 最近来发现 为什么我们免疫力 打不到 他 他会躲 OK 那 各人家问我 这样如果免疫力 打不到 怎么办 现在有什么治疗方法 OK 我们来看 大家最熟悉的是 三个 化疗 手术切除 还有就是放射线治疗 那 什么区别呢 哪个比较好呢 这个我们就给医生去决定 因为好像血癌 是没有地方切的 对吗 你一定要用化疗 大脑有的太里面太深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用放射线治疗 再用化疗 听懂吗 所以这个医生决定 那为什么化疗 有一个周期的有没有 这么要做三天啊 做五天要停二十一天 然后又重新来过 其实有原因的 当那个人化疗 开始前三天过后 传统的化疗药物 是好细胞 坏细胞 全部统统杀掉 他进去就好像疯子 全部杀完 注意 躺着也中枪的那个 就是白细胞了 所以呢 一开始化疗过后呢 七到十四天 我们的白血球会跌到最低 跌到很低 这个时候呢 人就很容易受感染 所以你会听到一些癌症患者 他吃抗生素 住院细菌感染 我们叫做 Neutrophili sepsis 就是白血球过低细菌感染 要用大量的抗生素 所以这个会发生 然后很危险 这个是传统的药物 所以科学家现在也在找新的药物 懂不懂 所以过后呢 等我们的白血球重新回生 那个人就可以重新再来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这个就是为什么抗生素 这么多轮 听懂吗 所以这个时候啊 你问我 可以吃营养吗 可以吗 可以 怎么不可以吃 细胞要修复 不用抗生素 不用抗生素 所以很奇怪 怎么不可以吃营养呢 他们是不是要吃蔬菜水果 吃健康一点呢 是啊 懂我意思吗 懂我意思吗 所以 过后科学家又觉得说 这个方法不好 所以现在出了很多新的药物 叫做标靶性治疗 这些药呢 通常呢 很 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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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没有 purchase with purchase 的 听懂 没有买五个送婆婆生 没有 所以啊 不要把新治疗是什么 科学家就讲 哎呀我不能放一个药啊 好坏都 好坏都杀掉了 我要一个特种部队啊 会选坏的人罢了 OK 他就发明这个药 这个药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那个 开关 懂吗 那个on off button 懂不懂 我off掉那个button 细胞就会死 我就发明一个药 所以我的工作 就研究这个东西 OK 我就研究这个东西 那 有看这套戏吗 有吗 我不是药人 有看吗 你要去看 这个是很写实的 很真实的一个故事 他真的是反映现在的问题 因为药物还贵 OK 这个药 这个药 戏里面讲的就是这个药 Glimax Glimax 它是一个治疗血癌的药物 他呢 甚至这个药在发现的时候 应该是两千年左右 没有 还登上了时代周刊 哎 要做时代周刊的方面是不一样的 很难的 对不对 Times Magazine 他登上这个 他讲这个 magic bullet 看到没有 this other bullet 所以这个突发性的研究 可以治疗一种血癌高达70%以上 非常非常大的突破 所以在时代周刊报道 所以戏里面讲的呢 这个人呢 就是要拿这个药进来卖 OK 所以你可以去上网 打这个药或者看上去 你就等我要讲什么 OK 但是 它是非常贵 也没有PWP 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 OK 再看 除了这个方法呢 标保性治疗 还可以做什么吗 你记得刚才我跟你讲说 他可以骗我们的血管吗 他send那个signal 生一点血管过来 科学家很聪明 他讲 你send这个signal过来 不是 我block掉你的signal 可不可以 如果block掉这个signal 血管就生不去 所以科学家又发明这个药 所以为什么你看 癌症的药物 有时要用两三种 一个是block它的highway 一个是把它扫掉 懂吗 所以这个就是 科学在研究的东西 已经有了面识 但是也是很贵 算钱的一直 算钱不是算整版 算钱的 OK 听过五位数的啦 一直 OK 而且这种pattern 还没有得吵的 pattern 所以很多人问我 哇这样 有没有比较新的突破 未来五年十年 十五年二十年 会发生什么事呢 所以刚才我跟 李选大哥也是有提起 那以后啊 这个癌症的治疗会是什么 我跟你讲两个 OK 第一个 基因治疗 我们用病毒 改造 打进去人体 改掉那个人的基因 把不要的基因关掉 那些癌症基因打掉 这是第一个方法 不过很危险 因为你要用病毒 改造 打回进去那个身体 有没有尝试过 有在动物 已经开始有了 OK 这是未来 另外一个 比较新的 原医疗法 kati 这个很简单 比较容易解释 我把一个人的血抽出来 把那个T细胞 选完出来 因为T细胞是特种部队 我叫完了 特种部队进来 我把那个特种部队 改良 让他去攻打 身体里面的癌细胞 改良改良改良 再打回进去那个人 有没有成功率 有 的确有 OK 但是死亡率也很大 所以还在研究当中 就是这样 是这样了吗 要等 但是是一个很乐观的 一个很positive 所以很多 其实有很多厂家 已经在研究 甚至本地已经有厂家在研究了 所以我相信再多一个十年 就会看到 因为旧的方式我们要淘汰 太多副作用了 OK 这样很多人问我 怎样降低癌症风险 记得我刚才讲五大 癌症吗 怎样降低那风险 第一 不要抽烟 抽烟可以导致14种cancer 所以为什么禁烟 OK 所以这个是 也是 UPA的报导 所以我们再来看 PM2.5 有没有 最近的 孔系数字都不是很好 有PM2.5 PM15 这些分子 一进到我们的肺 它会卡在肺里面 严重一点 进得去出不来 它就躲在里面 但躲在里面的时候 里面我们身体是不是有免疫力 免疫力就很 多事 走去看 你是谁 中国在这里又出不去 它就拿枪 乱射 乱开枪 不小心就打到周围的肺细胞 这个叫局部发炎 对 对啦 局部发炎 这样解释你明白吗 所以不小心就乱开枪了 乱开枪过 是不是这里细胞会死亡 死亡 发炎 发炎 很多年 就变肥癌 所以发炎是很恐怖的 所以发炎是很恐怖的 有没有Amosphere Sky啊 有 可以过力多少个nanometer啊 最新的是2.4个nanometer 病毒都过不起 脚过去 身体过不起 好吗 好 肥胖 肥胖 可以造成这么多癌症 包括 乳腺癌 大肠癌 肥胖 还有 不够运动 insultient physical activity 所以要运动 有没有 现在 我们都有body key啊 shape up啊 这些是吗 要运动 为什么呢 跟你解释 为什么肥胖会造成癌症 三个原因 听清楚 第一个癌 第一个原因 肥胖的细胞 它自己呢 会 制造荷尔蒙 ok 看到吗 Astrogen made by fat cell 停经过后 那个肥胖细胞 会制造荷尔蒙 会造成细胞 生长加速 荷尔蒙过多 是不好的 身体会控制 所以如果那个 脂肪细胞 多次啊 去做更多的荷尔蒙 它就会造成细胞 真正 我们来看第二个 当肥胖的时候呢 通常肥胖的人 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对胰岛素不敏感 所以你看糖尿病 都发生在肥胖的人身上 他对胰岛素不敏感 这样我们身体的机能是很特别的 如果那个人 胰岛素不敏感 他就会制造更多胰岛素 这个胰岛素会影响到细胞的生长 你看可以叫细胞快点生长 OK 第三 我们来看 Inflammation 这一些肥胖细胞呢 它会造成我们的白血球发炎 所以就是局部发炎 乱开疆 所以只要这三个事情发生 白症的激励大大的增加 所以为什么要瘦下来 懂吗 叫shake out 来再看下一张 那 刚才我讲是不是红肉啊 我相信 外国人应该吃很多 这些吧 我相信亚洲人比较少 应该讲马来西亚人比较少 红肉相对的比起白肉呢 风险比较高 所以换句话说吃鱼吃鸡 的话呢鸡肉会比较安全 如果吃红肉 红肉就是猪羊还有牛肉这一些 这个是正史的报道 可能是加工的问题 再看 如果是说 如果呢 我们要活得健康呢 只要你吃healthy food 蔬菜水果吃多一点 不要吃加工食品 你可以降低六个癌症 包括肺癌大肠癌 胃癌这一些 所以你看食物对人的影响很大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吃加工食物的时候呢 这些化学物质会影响 我们的大肠的这些细胞 所以你懂这个重要性 ok 乳癌 乳癌 很容易被发现 因为它接触得到 如果是相对的比肝癌跟肺癌 我们摸不到 它躲在里面 但是乳癌 自己检查 可能会发现 可以提早治疗 但是肺肝这些很难 甚至肝是没有痛的 神经细胞 所以呢 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因为乳腺很靠近淋巴腺 这个highway 很多条路跑 只要那个癌细胞 不小心跑进这个highway 它会让跑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早期治疗 成果率非常非常的高 ok 那包括什么呢 你要exercise 食物 酒精抽烟 还有肥胖 还有不要接受 那么多肤色 肤色源 你发现了 是不是来来去去 都是饮食 运动 这些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这一个是肝癌 肝癌也是一样 酒精抽烟 肥胖 还有病毒感染 因为我们知道 Hepatitis 所以病毒感染呢 肝会硬化 然后就变肝癌 ok 所以呢 Hepatitis 这些呢 就需要用 打那种病毒的药物 ok 可以吗 ok吗 听懂吗 还是差不多了 现在过了 这么多 ok 好 大肠癌 简单讲一下 这是大肠癌 给大家看 所以它可以跑去血管 它在表层生育力 当然我们的大肠 有很多部分 所以Stage 1 2 3 4 1 2 3 4 越来越大 它就很会转移 这个就是大肠癌 所以五大癌症 ok 所以讲完这些 大肠癌 肺癌也是类似的 一样抽烟 然后老化 pollution 空气 然后 辐射这些 ok 胃癌 这个胃癌很特殊 我跟大家讲胃癌 胃癌呢 它 一个最重要的 其中一个是 螺旋径 刚才我提到螺旋径 螺旋径 这个戏径很聪明 我跟你分享一下 螺旋径呢 发现螺旋径的科学家 在2005年 赢诺贝尔奖 所以你看啊 这个是很大的发现 刚才是DNA赢这个奖 这个也是赢奖 因为啊 从来没有人相信 肚子这么酸的环境 既然有细菌 可以活在那边 因为这个螺旋径啊 它可以制造 emonia 华语叫什么 我不懂 emonia 它就是可以综合胃酸 所以它可以躲在里面生存 很特殊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科学家要 证明这个事实的时候 它甚至把这个细菌吞进去 它真的自己中 微微啊 就证明它讲的是真的 偉大啊 各位天家 偉大啊 真的 应该赢到贝尔奖 神六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做到这样啊 不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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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后 第二个部分呢 我就教你们 怎样用营养 怎样选营养预防癌症 TART 2 OK 来掌声 掌声 掌声 好 咱们